回到台北中勒工朋友的看法 在市政府勒工教在民國99年來生理安慰家族 來看勒工的企業安全衛生管理 今天特別來調去記者會 選擇兩間生的安慰家族的生意 到目前為止,都總有35000公司來加記 還要說這個安慰家族以大群來大小群的模式 來螺絲企業安全,有後來講解節哀的發生率 在市政府這支螺絲希望工的進市 勒工教除了關心勒工朋友的工做管理以外 也更主張健康 這幾年來自受推動安慰家族的制度 第13號選擇兩間生意的安慰家族 保安慰家族,勒工教也忽略生意35個安慰家族 作為王林志齋的目標努力 我們安慰家族的部分現在是有33個安慰家族 今年會成立兩個安慰家族 就我們大統一跟農田酒廠 當然他們兩個單位都是已經去當過實習生 能量已經提升到可以當母雞的部分 我們安慰家族有33個安慰家族提升到35 這樣的一個小雞的部分 從760能夠這個兩個家族進來 希望能夠突破800的部分 大家能夠分享創作工好的部分 當然也希望我們對應到市長的施政裡面希望家園的部分 今年生理的兩間安慰家族也感謝勒工教對他們的肯定 未來也會輔助吉他公司 六四六天的支援安撞維持寬意 希望能夠借助當母雞的一個機會 能夠提升就是我們把自己廠內的一些長期承攬商 工程承攬商還有一些運輸車行 那這些都是跟我們息息相關一起工作的夥伴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安慰家族的成立 那把他們也一起帶領起來 就是說讓大家一起來做一些怎麼講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提高安全的意識 然後可以落實貫徹一些 指安慰的一些法規一些規定 農田酒廠在兩年前就參加主安署的安全夥伴的成員 經過這兩年的實習以後 我們就是跟台南市政府勞工局來申請安慰家族的加入 所以這個部分在有高粱小麥還有原料 以及包財的一些承攬商還有工程的承攬商 在這個部分我們就要跟這些小的承攬商我們來合作 把這個安慰家族的力量再把它擴散 藉著母雞帶小雞的力量 讓我們的台南的安慰家族的成員能夠壯大 今年落工局也志祭跟在地的企業合作 確定公司有尊守這野安全衛生的規範 保障落工朋友的寬意 記者周會郭博義市政府蔡宏博德 先來自 friendship 其實就是這個風格也整齊了 我看你們的風格是